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12月7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能眼 能眼的会员网站开通了 域名是3w.财经能眼的全拼.com 你们可以收听能眼近期各期的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有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那么现在是特价时间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订阅 转眼就是12月份了,2019年一晃就已经快要过完了 那么年关将近,大家到年中的时候 除了会盘点一年的收入之外 另外一个大事就是要盘点一下 今年全年的债务情况 今年借了多少债,能否在年底之前还上 有没有债主来会在过年的时候上门来讨债 这都是大家要关心的问题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首先我将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债务的经济学原理问题 那么这个可能比较枯燥一点 但是对于大家一起来提高一起进步还是有好处的 接着我将会结合最近的两颗债务的大雷被爆掉了 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两个案例 说明了中国目前的企业面临的怎样一种凝聚的债务形势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 系统分析一下目前中国企业总体的债务违约的情况 以及预测一下中国企业债务大洪水的大概的时间点 那么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大概的一个脉络 下面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债务的基本知识 债务从小来说是家庭的问题 是企业的问题 那么从大来说它是政府的问题 因为不管是家庭还是企业还是政府 都会涉及到借债 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可以说是整个宏观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问题 这是往更大来说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除了投资消费出口推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债务在推动 靠接债来维持经济的增长 这是目前普遍的国内外的一个共识 居民负债买房 这是家庭债务 政府负债 投资基础设施 这是政府的债务 那么企业负债进行扩大再生产 生产工业品 那么这是企业债 可以说债务已经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 这架破车的一个根本的推动力 因为正常经济增长 不会完全这么依赖债务 债务已经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的动力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因为按照正常的来说 债务只是取一个辅助的作用 根本的经济增长 还是要靠科技 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提升 但是中国目前经济的增长都是靠债务在推动 那么从经济学上来说 债务是对未来消费的提前享受 正如投资是对当前消费的限制 并把当前的收入通过投资转为更多的未来收入 以期在今后享受更多的消费 那么债务的本质上 它是反向的投资 你就是把今后的消费 通过一定方式收入的折扣 就是通过利息 提前到当期来享受的经济金融行为 说直白一点 就是饮吃卯粮 超前消费 这才是债务的本质 那么适当的举债 是能够起到刺激经济和投资消费的作用的 推动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过度的举债 过度的依靠债务 就会给家庭 企业和政府带来负担 同而最终抑制经济的增长 甚至因为债务无法及时偿还 产生债务危机 那么这就问题就严重的多了 那么判断债务是否过度 有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是看由债务产生的收入 是否能覆盖因为债务产生的利息 这是一个基本的衡量指标 说直白点就是看债务收入比 比如说就家庭的债务 就是房贷而已 因为家庭的债务主要是房贷 目前来说 当然还有信用贷 车贷其他的 但是房贷绝对是占大头的 我们以房贷作为利子 来分析家庭债务 因为房价上涨的收入 是否超过支付给银行的房贷利息 这是衡量房贷是否合理 家庭的债务是否合理 它的负担是否过重的一个主要指标 就是将房价上涨的收入 和每年你支付给银行的房贷的利息 将二者来对比 那么如果房价上涨的收入 能超过支付给银行的房贷利息 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家庭债务 就是良性的 相反 它就是恶性的 好 我们再来看企业 企业借债 扩大生产 借债投资 生产出的产品的利润 是否能超过债务的利息 如果超过了 债务就是良性的 相反 如果超不过 那么这样的债务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恶性的 就是不良的 我们再来看政府借债 搞基础建设投资这一块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政府借了这么多钱 投资基础设施 它一年能产生多少的收入 这个收入是否能覆盖债务的产生的利息 因为基础设施 它投入运营之后 它会产生收益嘛 对不对 这是债务的收入 我们把它的基础设施的收入 这一块来和欠债产生的利息 来做一个对比 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 要找银行贷款吧 每年要支付利息吧 我们将二债来对比 那么它一年的收入 能否覆盖一年支付给银行的利息 那么如果是能支付 能覆盖 那么这样的债务就是良性的 对于政府来说 相反呢 如果是不能 那么这样的政府债务呢 就是恶性的 就是不良的 目前呢 大家都在讨论了中国的债务问题 悲观的人就认为啊 中国的债务太大 将发生债务危机 而乐观的人就认为了 中国经济债务啊 比起发达国家来说 还不算太高 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那么中国的债务啊 到底是重还是不重 我们就用中国债务产生的收入 能否覆盖债务利息 这样一个简单的标准 来衡量一下啊 目前中国的总债务啊 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 官方发布的数额是300万亿左右 这是官方的数据 而国际评级机构和民间的估算呢 是中国的债务总量达到了500万亿 有的甚至是800万亿左右 那么我们就取官方的数字300万亿 比较保守 来给大家算一下 中国的债务呢 成本综合来看呢 企业的融资成本高 而政府的融资成本比较低 综合一下了 就按照5%来计算 那么中国一年呢 因为债务需要支付的利息 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300万亿乘以5% 一年要支付15万亿的利息 对不对 那么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大家记住啊 一年15万亿的利息 那么我们再来算一下 这些债务产生的收入是多少呢 基本上可以等同于GDP的增量 全国一年GDP的增量嘛 就是全国的企业 家庭和政府部门创造的总收入 对不对 这个说法是可以的 那么假设中国公布的GDP数据合理的话 2018年底 中国的GDP总量是92万亿 那么按照年6%的增速来看 一年创造的收入啊 大概也就是6万亿左右吧 我们来分析一下 全年债务的总利息是15万亿 而全年债务推动的收入增量呢 只有6万亿左右 那么还有9万亿的利息啊 是无法偿还的 对不对 这个算法是没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就算把债务的利率 下调到4% 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量啊 顶多也就是7万亿 对不对 它也是无法偿还 一年15万亿的债务利息的 这就意味着 如果不通过印钞 解决债务问题 中国的债务危机啊 就迟早会爆发 你是拖不下去的 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呢 如果一味的印钞啊 又可能产生通货膨胀飙升 这样一个恶劣的后果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一个左右为难的两难选择呀 所以目前中国呀 也开始在降息 开始降准 然后是各种酸辣粉 麻辣粉都在一起撒 其实它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压低债务的成本 缓解流动性的紧张 延缓债务链条的断裂 那么中国的专家都在说呀 欧洲和日本实施负利率啊 是为了压低债务的成本 延缓债务危机 说川普啊 也在叫让着美联储降息 他这是为了压低 美国国债的支付的压力 那么中国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欧美是中央政府 债务的压力比较大 而中国呢 可能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债 家庭债务的压力非常大 可能中国的这种压力啊 比欧美还要大 那么现在中国的情况 就是五个盖子盖十个通啊 就是在玩杂耍 那么一旦你失手之后 后果就不堪设想 就玩杂了 现在只能是严防死守啊 延缓债务雷暴的时间 但是啊 不管你怎么防 救急不救穷 该暴的雷啊 终归他还是要爆掉的 挡一挡不住啊 十一月份以来呢 中国知名企业的雷暴事件呢 就点燃了年关之前的企业债务危机的一个导火线 第一个雷暴是什么呢 就是东旭集团 而且是接连雷暴啊 在十一月十八日 上清索啊 就公布了东旭集团的两支 五年期的中期票据啊 他就无法还本付息 正式宣布违约 违约金额是三十亿左右 可以说这个消息啊 是震惊了市场 为什么会让大家震惊呢 那么一定和这家企业的规模 和它的背景有关系 你也在后面再详细的说 这家企业的规模和背景 而截止九月底呢 这家公司的账户上 还有183亿的货币资金 那么大家想想 有180多亿的现金 但是无法偿还30亿的债务 而且只过去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180亿的现金 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一个谜团啊 那么这还不算完 就在12月2日呢 这家公司的另外一支中期债券呢 再次宣布违约 它的违约金额是16个亿 那么这是它的第三支债券违约啊 那么这一连环的债务违约炸雷啊 再次让市场是目瞪口呆啊 因为一次违约是不可怕 还可以弥补对不对 弥补它的信誉 弥补它的影响力 但是啊 二次违约之后啊 这家公司的市场信誉 基本上就毁掉了 其市场发现的债券价格呢 将会暴跌 它的融资成本呢 将会飙升 那么剩下的就是违约破产的结局了 东旭集团的债务包里面呢 还有15支公司债 和三支中期票据 其中呢 兑付年限不足一年的 还有六个 那么总计金额呢 达到了70个亿 大家想想 它的中期债都违约了 那么这后面呢 短期债务违约的风险 是不是更大 所以后面这个要爆的雷啊 肯定是只会多不会少 大家可能好奇啊 那么多企业违约 为什么首先挑 东旭集团的来讲呢 那么这就涉及到 这家企业资深的影响力啊 东旭光电 它是成立于1992年 是国内领先的 集液金玻璃制造 技术研发和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它也是全球领先的 光电显示材料供应商 可以说是中国行业的 绝对的龙头啊 2019年半年报就显示了 截止2019年6月末 东旭集团的总资产是 2071个亿啊 2000多亿的资产规模啊 这无论放在什么层面来说 都是一家巨无霸的公司 那么就算是净资产 它也有780多个亿 光是账面上的货币资金呢 它就有564个亿 总债务呢 比较多 是1291个亿 资产负债率是62.34% 那么东旭集团呢 它总部啊 是在北京 它公司旗下呢 有什么 我们一起看一下 有东旭光电 东旭蓝天 嘉宁杰 这是三家上市公司 还有啊 西藏金融租赁 金英基金 等多家金融机构的 第一大股东 它同时还拥有400多家呀 全资及控股的公司啊 大家想想 它的规模和影响力 是不是很大 它是集光电 显示新能源金融地产 为一体的 大型的多元化的 产业投资集团呢 那么这样设计的面 如此之广 资本扭带呢 如此复杂的 巨型公司违约啊 它的影响力啊 肯定不是一般的 果不其然呢 在11月29日 东旭集团召开的 债权人大会上啊 那么大的宴会厅呢 就被瞬间挤得爆满了 从网上热传的 这个座位图来看 那么这次赋约机构的 阵容啊 是非常之豪华 我们一起看一下 除了六大国有银行 领先之外了 还有八家股份制银行 七家信托 四家券商 八家金融租赁公司 二十家农商行啊 总共是多少呢 一百八十家金融机构啊 就齐聚东旭集团的 应会大厅 把你们挤满了 就是为了讨债 这个正式 这个规模是不是非常强大 大家注意啊 不是一百八十家债主 而是一百八十家金融机构啊 包括银行 信托 农商行 券商 金融租赁公司 这个影响力啊 确实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这种堪臂 金融圈 同业联会的大排场啊 即便是当年 欠债 刨路大王 贾跃亭呢 别人围着他讨债 都没有这种壮观的景象啊 那么一个制造业企业 债券违约 可以牵动一百八十家金融机构到场 大家都是如临大敌啊 那么这种状况 大家想想 中国金融业的坏账问题啊 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大家想想 其实非常之可怕的 那么未来实体企业倒下去之后 实体企业债务违约之后 很可能就是拔出萝博 带出狄啊 金融企业就会跟着他违约 跟着倒闭啊 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那么东旭光电啊 余波未平 根正描红的三千亿巨头呢 北大方正呢 也被爆出了债券违约的大类 可以说是刷爆了中国财政类的媒体啊 观众的下巴就被惊掉了一地啊 北大方正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 在九十年代和像清华同方 再加上联想 基本上是中国科技企业的代名词啊 那是中国民族企业啊 企业的骄傲啊 国家的骄傲啊 对不对 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啊 北大方正呢 基本上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就像现在的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一样啊 那么作为根正描红的北大的校企啊 北大方正呢 是1986年为北京大学投资创办 他以信息处理和极光牌照为逆声之本 逐渐就发展成为研发能力一流 副业流金不断的超级巨无霸 截至去年年底呢 集团呢 作用了17家子公司 包括方正控股 中国高科等6家上市公司 他的总资产呢 达到了3600多亿啊 净资产也有655亿 是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138位啊 大家想想北大方正呢 那么他的影响力又比东旭光定更上了一个层次啊 但就是在这几天呢 资产规模超过3600多亿的国企 信用评级是3A 这是最高级的北大方正呢 竟然因为还不上20多亿的超短期融资债券的本息 而产生了违约 而且是首次违约啊 大家知道 短期超融债券呢 对企业的评级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不是一般的企业 你有资格可以发现这种超短期的债券的 北大方正是3A级的企业 有资格发行 但是却违约了 可想而知 制造业的经营环境和财务状况啊 已经恶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这对市场的冲击和震撼 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 你也在推特上了 发了这个消息之后了 也是引起大家的热议啊 一个网友他的说法很形象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描述一下 他说呀 就像一个人 口袋里面有3600块钱 但是啊 他是连20块钱都还不上 大家想想 是不是不可思议啊 更可怕的是啊 北大方正20亿债券违约之后啊 还有近千亿的债务在路上 方正集团呢 他的资产负债率啊 超过80% 虽然总资产有3600多亿 但是他的总负债啊 已经达到了3000亿 除去违约的这支债券之外呢 方正集团的存储债券 他还有23支 余额是345亿啊 这意味着 这345亿的债券呢 随时都可能成为方正的下一个地雷啊 被引爆 那么单从规模和数量来看了 不只是北大方正一家 整个债券的圈子啊 都已经成为产品违约的重灾区 在去杠杆和强监管的宏观环境之下呢 违约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啊 普遍受到了限制 监管全面的风度 各类表外和非标通道 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呢 在债券违约之前呢 银行出于风险的控制考虑 就给他们断贷抽贷了 我现在不贷款给你们 而且以前贷的款我要抽回来 那么这也是引发违约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呢 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是两个行业违约的债券呢 占了总违约债券的超过一半 这两个行业是重灾区 就是制造业批发零售 那么根据公开信息披露啊 2019年呢 全年到期企业债券有6万亿之多呀 截至12月2日 今年已经有157支债券出现了违约 涉及到的总金额高达了 1213.51亿元了 那么这些数字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值 就是超过了去年债券违约的总值啊 今年12月份还没过完 还刚开始就已经超过了 也是创下了近6年来的新高 而在12月份呢 债券到期的品种更多 到期需要产还的债券金额 达到了5700多个亿啊 就是12月份 一个月份 那么对于一些此前发生违约的企业而言呢 再次违约的概念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整体违约的金额也将大幅度的提升了 我们来看 中国这几年企业债券违约的情况啊 就会发现一条正在清晰 但是正在飙升的债务违约的曲线 2015年全年呢 只有27支债券出现违约 涉及违约金额是121.77亿元 那么100多个亿啊 违约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对不对 但是到了2016年全年呢 就有56支债券出现了违约 涉及违约金额合计达到了393.77亿元 可以说是2015年的三倍多 那么这个情况就一点严重了 要引起注意了 到了2017年全年呢 是34支债券违约 那么涉及的违约金额是312.49亿 比2016年呢下降了一点 情况呢 总体还算好 但是啊 到了2018年之后 这个情况就不得了了 2018年全年呢 就有125支债券出现违约 而且涉及违约金额合计达到了 1209亿啊 是2017年的四倍 那么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民营企业啊 无一例外都是重灾区啊 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在违约 当然了 这和国家降杠杆 打击引资银行 金融监管等宏观政策是有关系的 但是本质上来说呀 国家的监管是外部的因素 本质上是你企业自己出了问题 是你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以及你的盈利模式等情况啊 出现了全面的危机 那么这才导致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债务违约 而且这些违约的企业啊 在东窗事发之前呢 都是行业的浓头 信誉优良 比如说像东旭光电和北大方镇 在东窗事发之前呢 两家主体的信用评级都是2A加和3A 那么这样的评级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而出事之后呢 联合评级机构啊 立马就变脸 雪崩式下调它的评级 警示后续的风险 那么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了 另外呢 还有一组信息啊 值得大家注意和警醒啊 从2017年到2019年公司债里面用于偿还借款的发行债券呢 已经从71%爬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现在企业的发债 80%啊 都是在借薪还旧 就是发行债券融来的资金呢 都是来还旧债的 不是进行企业扩大再生产的 这就出现了能演在开头节目里说的情况 它的利润已经不能覆盖债务的成本 只能借薪还旧 那么这样就更危险了 一旦某个环节的融资出现了披露 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出现实业和金融机构一起倒下的现象啊 从债务危机会演变成金融危机啊 这就很危险了 另外呢 中国企业的境外债务啊 也是在不断的攀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啊 它的数据就显示 截至6月末 中国的全口径外债的余额是 1.99亿美元 近2万亿美元 那么彭博社在11月26日报道中啊 他就说 中国境内的企业债券违约啊 已经创下了记录 目前 离岸债券违约开始加剧了 我们看一下今年8月份 中国大陆唯一的中字头的民营企业 投资公司啊 也是最大的民营投资公司 叫中国民生投资宣布 8月2日到期的一笔 5亿美元的债券呢 将不会如期兑付本金和利息 其实就是宣告已经违约了 5亿美元了 而且违约的是外债 那么这是迄今为止啊 国内最大的企业外债违约事件 可以说刷新了很多记录 中国的很多国企和民企巨头啊 都在大肆进入美元债 更何况呢 这些发行外债的企业中呢 很多都是像阿里 屯信 恒大这样的民营巨头啊 他们一发行就是几十亿美元 数额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大 都是在刷新中国和亚洲的发债记录 而在金融去杠杆 融资渠道收紧的情况下呢 一些银行 城头公司 地产开发商啊 也在开始饮证止渴 纷纷到境外去发行美元债 这更是增大了中国企业的外债风险了 2017年呢 就共有2157只中资美元债是发行完成 融资了3000多个亿美元 那么这是近几年来里面最高的 债券的数目和发行量呢 是2016年的两倍多和六倍多 到2018年以来呢 由于中国的金融是实行 严金管和防止违约风险传导 那么中资美元债呢 在2018年是有所回落 但是到了2019年呢 企业外债发行呢 再度的急剧的上升 2019年 中资企业美元债发行呢 将达到2200多个亿美元以上 比2018年增长20%左右 而且呢 一些企业发行境外债券融资 都是饥不择食啊 只要是能度过目前的债务危机 能拿到钱 缓解目前的流动性的困境 它是什么样的债券利率啊 都敢发 特别是一些房地产企业 以碧桂园为例呢 向海外债券融资的利率啊 它就高达18%呀 大家想想 以碧桂园这样的巨头 它的资源应该是特别多的 那么它现在还在向海外发行债券 有的利率达到了18% 大家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比高利贷都还要高啊 最近呢 又报道出来 部分开发商的境外债券到期收益率 已经上升到了15% 这样一个新高 大家闭着引进想想 目前呢 金融对地产是断来了 地产开发商呢 都在打折甩房回笼资金 那么地产开发商 可能他连15%的地产开发的利润 他都没有 那么将来他又哪里有钱 去还这15%的境外债的利息呢 对不对 这样的高利贷啊 最终的结局啊 肯定是违约 不用想 而且是美元债券的违约 那么这性质又不一样 他的影响又不一样了 桥水基金的CEO 达尼奥啊 在债务危机中说 对介入外债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认为过度发行超过偿付能力的外债 会给本国的经济和企业 带来极高的风险 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其实啊 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啊 就是外债危机的一个案例 那么外债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上升的周期呢 本币在升值 你的财政有盈余资本流入 那么可以让企业如虎添翼 你发行境外债券 这是好事 相反呢 如果经济处于萧条周期 财政大量的吃字 外资在撤离 本币贬值的压力在上升 那么你这个时候借外债啊 就是借刀子 你再往自己的心脏上捅刀子 目前 中国的GDP的增速啊 已经创了30年的新低 工业的利润 出口增速 企业倒闭 银行倒闭啊 都基本上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 那么这些都是经济萧条的信号啊 但这个时候 中国企业的内债和外债的危机啊 可能将会被引爆 现在出问题的是 东旭光电 北大方正这样的企业 那么也许要不了多久啊 像恒大 碧桂园 华为 甚至是阿里 屯讯 他们违约啊 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债务违约朝下呢 不管是制造业等实体 还是金融等服务业行业 很少有能陷命的 2019年或许啊 只是牛刀小事啊 2020年呢 是中国债务兑现的一个高峰 那么也许明年呢 才是中国企业债务危机 真正爆发的火山口啊 债务是洪水 那么债务 也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啊 不管是个人债务 企业债务 还是政府债务 那么只要我预约 都会引发核裂病一样的力量啊 领动一致 避雷才是第一要务 那么在债务的违约洪流中啊 大家一切小心谨慎为妙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 能影的会员网站 3w.财经能影的全拼.com 所有的音频文字呢 能影都将放在会员网站上 供大家查阅 大家也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 提问发帖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订阅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